歡迎回到MV時尚秀 接下來要介紹這首歌 老實說我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一定要講得很好 這首歌就是陳山寧和任今天的Once 為什麼會介紹這首歌 來作為失戀一定要穿的衣服呢 因為女生失戀的時候不能邋遢一定要很漂亮 那這首MV當中是用紅色跟白色作為搭配 那其實像軟津天他裡面穿的是白色襯衫跟紅色褲子 還有紅色領結 那一般人應該會很少這樣穿 因為男生好像不太敢搭配到紅色單品 但是其實我覺得正式場合啊 你可以穿全身的白的西裝或是全身紅 其實就還有蠻有爆點的啊 就很有明星的架式 那像陳山寧在這首MV當中 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紅色禮服 我自己也覺得好喜歡喔 可是我看到的重點呢就是 如果你穿那麼漂亮的禮服 你的臉上一定不可以是很無趣的妝 像MV當中公主她就用了藍色影線鏡 有一種貓眼的感覺 再搭配上紅色禮服 就完全性的不能說性感 就是很時尚 那我很喜歡這首MV 因為我覺得拍得有一點迷幻的那種感覺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裡面看到 你在失戀的時候要穿什麼禮服最適合 陳山寧暖今天的萬事 這首歌就是Catty Perry Catty Perry的Part of Me 為什麼會介紹這首歌呢 因為失戀的女生不管穿什麼 到最後你一定還是要做自己 當然還是要介紹一下MV當中的時尚穿著 這首歌裡面剛開始的時候 她是穿了一件牛仔外套 配上粉紅色的小禮服 再搭配上咖啡色的短靴 像這種歐美簡單風 其實不管在什麼季節都很適合穿 那再來呢 因為她要去寵軍了 所以她換了一套南海風 我個人非常喜歡南海系的穿著 因為一定要穿大帽T 配上和聲的牛仔褲 然後還有平底鞋 為什麼會推薦大帽T呢 因為大帽T 只要你帽子一戴上 臉就變得好小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Catty Perry的Part of Me 0A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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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